中国神秘反舰武器成功定型,解放军在天航母杀手。 原调题,中国神秘反舰武器成功定型,解放军在天航母杀手。 北京时间7月2日,疑似中国新型地面效应无人机导弹的最新飞行测试照在网络曝光,引发关注猜测。 媒体7月3日报道,中国一家军工企业宣布,一款开创型武器近日在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湖成功测试定型。 外界判断,这款成功定型的创新型号武器很可能是彩虹T1地效无人机导弹。 据查询,彩虹T1的研发过程充满曲折。 2014年年初,这个创新型型号全程模底飞行试验失利。 一年之后的2015年初,型号终于第二次进入发射场。 2017年,彩虹T1首次曝光,被认为是中国又一款航母杀手。 彩虹T1外形奇怪,看起来像导弹和无人机的结合体。 据了解,地效导弹处于雷达搜索盲区内,声纳无法探测,具有极好的隐蔽性和快速突击性。 战时可多点多方向对敌舰船和滨海目标实施攻击,是攻击航空母舰的最佳力气。 公开数据显示,彩虹T1的最大起飞重量为3吨,但头重达1吨。 这款无人机能够利用的校园里贴近海面1米高度飞行,巡航飞行速度可达0.65马赫,也就是802公里每小时,续航时间1.5小时,巡航高度为1-6米。 这意味着这款无人机的封锁海域作战半径可达300-600公里,用于鱼雷攻击射程可达1200公里。 彩虹,其一设计的目的就是攻击水面大型目标,远程快速鱼雷攻击以及海面区域封锁。 即使无人机也是一款发射后还能够精确操控的鱼雷。 英国《检视防务周刊》称其为致命武器,称该无人机是比航母杀手东丰富21D还有效率的反舰武器。 彩虹,T-1在设计之初的定位就是用来攻击大型水面舰艇。 分析指出,彩虹,T-1贴近海平面一米的高度,以美军最先进的雷达都难以发现,而且,与同鼠掠海飞行的巡航导弹相比,彩虹,T-1更加灵活,甚至能组团从多方向对目标军舰发起围猎,让对手疲于应付。 2018年4月,中国彩虹无人机总设计师时文披露,中国海军已经在测试彩虹系列的新型舰载无人机。 分析认为,彩虹,T-1地下无人机也在测试武器之列,这款超前设计的信息武器装备一旦测试成功后部署,中国海军又将多出一款全球独一无二的反舰杀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